你见过水下焊接吗? 这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当时由平台或水下大坝甚至大型船舶需要维修时 就需要他们来完成这种特殊的任务了 水下焊接分为干法焊接和施法焊接 干法焊接就是利用高压舱设备 将水下维修区域先包裹起来 接着利用压力将水排出去 从而焊工就可以在里面安全地进行施工 但是这种设备非常昂贵 还要定期地更换压力舱 关键是铺设这种设备 所需要的时间较长 这就意味着当需要紧急任务的时候 水下焊工必须就要马上上场了 这就要说到施法焊接了 首先焊接中用到的电缆都是双重绝缘 并且使用直流电作为电源 而焊接所用的专用焊条 还必须在焊条心上涂一层一定厚度的涂样 使焊条具有防水性 由于水具有导电性 所以防触电成为施法焊接主要的安全问题之一 通常他们的年薪会达到70万元 但当然也有少数的焊工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元 听到这里 我想问一下大家哪里有可以学习这个的地方 小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了